有的主播台北羽球公開賽進入尾聲 台湾羽球一哥小天周天成 立拼賽史最多的南丹個人第五冠 只可惜在南丹四強賽 對決來自台灣的學弟齊佑仁 兩人開賽打得難分難捨 儘管周天成在首局以21比19拿下 但過去兩局卻被齊佑仁上演大逆轉 以11比21 17比21逆轉成功 今天南丹決賽將由兩位第一次晉級決賽的 左手重炮林俊逸 對決總指殺手齊佑仁 將誕生全新的南丹冠軍得主 至於南丹部分金牌南丹林洋配 雖然早早止步於16強 但因為林洋宣布今年退役 難受到台灣球迷們的支持 最終決定將職業選手的終點站留在台北 今天他預計在最後一天的賽事結束後 在主場舉辦推役儀式 包括搭檔王麒麟 林洋的教練 以及國遜中心的好友們將到現場致意 林洋也會親自跟球迷互動 向球迷們正式告別 以上最新消息 主播